哈囉馬來西亞的觀眾朋友你們好 我是陳鴻宇 今天非常高興來到Midfest的第一屆的電影頒獎典禮 搞得非常非常的隆重 而且身為馬來西亞人 這是我們馬來西亞的榮幸 然後希望舉辦成功 大家好 各位馬來西亞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品冠 其實好久沒有回馬來西亞了 真的 我剛剛想說 真的真的 所以剛好有這樣的機會 唯一接到這個邀約的時候 我就二話不說 跟我馬來西亞的經紀人說 我一定要來這次 然後一方面又可以唱很多的一些電影主題曲 所以我今天也準備了好幾首 我認為是電影歌曲裡面的經典 然後要做一個大概八分多鐘的一個表演 然後要唱給大家聽 太好了 那麼久沒聽到你唱現場 現在馬上就可以聽個八分鐘 是 我想問兩位呢 何時要再拍攝馬來西亞電影呢 真的 我相信這是很多馬來西亞電影人都想問的問題 還來得及下一屆的搞不好就可以入圍了 這如果可以跟品冠大哥合作拍電影的話 真的是我的榮幸 因為他也是我的偶像 以前都聽他的歌的 所以真的是我們想一想一個好的角色吧 對於電影這塊我真的很希望能夠多多參與 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次參加參與馬來西亞電影的拍攝 就是阿牛導演的初戀紅豆冰 那時候雖然是說戲份不適合多 但是其實覺得蠻過癮的可以參與 真的屬於馬來西亞的本土的一個電影的創作 所以真的很希望 最主要我覺得就是馬來西亞電影要能夠更加蓬勃 然後我們有機會再回來就是參與不管是唱歌或者是演戲 謝謝 我想說如果你們兩位有檔期的話 我們馬來西亞電影人求之不得 希望兩位能夠多多回來 然後真的是趕緊拍佈馬來西亞電影好不好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